邀請基隆創業青年舉辦對談 民進黨基隆市長參選人蔡思英 和創業青年一起呼喊口號 接棒基隆 延續光榮 蔡思英公布競選形象概念 基隆ING 延續市長劉又昌 當年競選的我愛基隆 延續這樣的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們在2022年 市英參選市長的這一次 我們公布了我們的主視覺 叫做基隆進行事 在我的左手邊 它整合了我愛基隆 它整合了我們期待基隆改變的進行 但他們也跟市英的ING ING 是綁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由市英來接棒宥昌市長 延續基隆的光榮 由市英來接棒宥昌市長 讓我們的城市建設不中斷 讓我們的城市改造的方向跟理想 不走回頭路 所以這一次 基隆進行事 我們的主視覺的公布 其實就要讓市民朋友可以知道 也可以相信市英接棒基隆 是唯一能夠讓基隆的改變 持續進行的 蔡思英語氣堅定 強調基隆不走回頭路 他說自己是都市計畫的博士 有信心讓基隆的市政延續 市英對於市政發展的規劃藍圖 是最清楚 最了解的 我的清楚跟了解 不是因為我看了很多資料而已 而是我親自的參與 我親自參與這過去八年來 基隆的城市改造建設 我親自參與 中央跟地方的溝通的相關會議 再加上我本身都市計畫的背景 所以我可以很大聲的 很負責任的 告訴我們的市民朋友說 市英能夠完整的接棒宥昌市長 對於城市發展的理念 找來基隆創業青年對談 談到基隆這八年的改變 身為基隆人的我呢 在基隆深耕其實也蠻久 從事教育活動 那因為以前呢 很多藝文活動比較少 那在宥昌市長現任的期間下 那因為也看到不同的 很多藝文活動越來越多 然後相信說 我們以後選擇蔡適應委員當市長了以後呢 相信他可以延續 宥昌市長 一直不斷為基隆進步推廣的步伐前進 曾經我有出去闖蕩過 但為什麼後來會選擇回來基隆創業 是因為我發現在這幾年當中 我看見基隆的美好 基隆不斷的在改變改革 那我也想要回饋就是給基隆人 那我身為基隆人我覺得 我就是想要回鄉 這是我的就是最大的就是想法 那我相信在未來 市長適應委員當選之後 基隆一定會更好 過去這段時間有人提了許多的公共政策 到底有沒有可行性 還是是天馬行空的 我想基隆市民都看在眼裡 基隆市好不容易從這個 加護病房拉出來 我們開始要成為一個健康的基隆人 我們其實真的不希望基隆 又回去加護病房 那我覺得這也是市長 宥昌市長擔心的 這也是市映所擔心的 所以我們要繼續努力 蔡市映公布競選主事決 基隆進行事強烈表達 延續委愛基隆 無縫接軌 要讓基隆的市民體會 基隆翻轉不能中斷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我親自參與